不同性格 不同背景的兄弟要合作 是考验 也是学习体谅的功课 海鲜粥的灵魂 是熬六小时的浓郁高汤 当初的设定就跟一般海鲜粥 传统海鲜粥的糖皮是不一样 当这个就是大骨 猪大骨 然后这个菜头 洋葱 这个猪大骨你要挑有肉的 然后有骨髓的 这样它熬出来才会甜 这不只是兄弟俩的共同事业 也是一个哥哥 想拉弟弟一把的苦心 你没收入 然后又有人朋友来找 就会开始 就有可能会动摇 所以我就想说 那不然弄一个小店 给他去做 为了安顿刚出狱的弟弟 九年前 许一群筹钱开启餐厅 卖当时很热门的海鲜粥料理 一般海鲜粥是不会有鲁鱼 我们里面也放了两三片的鲁鱼 一碗里面就是有鱼 有这个丸子 然后这个鹅啊 这些我们也都是冬时来的鹅啊 也只有门外汉才更没有设限吧 许一群念的是工业设计 过去做过节目编剧广告导演 艺术家性格带点浪漫 常跳脱框架 我是坚持说这么好的丸子 我们既然找到了 那就试试看 因为海鲜粥放 放这个丸子 就觉得很奇怪 没有人这样做 那时候想的只是说 怎么样满足客户 把生意做起来 而过去没进过厨房的许一才 也有一番考验 他得要学着定心 踏实地练功 一直买食材来练 就是一直切一直切一直切 然后就问 问然后回来再做看看这样子 以前是砍人 现在是砍菜砍猪肉 不一样 鼓励的也有 可是大部分都是 冷言冷语 甚至于有在旁边等着要看说 看我能撑多久 许一才从小不爱念书 出了社会只想着赚快钱 日子过得没有目标 他和朋友一起制作土质蛋头 后来涉及毒品交易 在苦谣里进进出出 待了十年 在关这段期间 事实上所谓的朋友 所谓的兄弟 没看到 看到的都是家人 可能这种生活再下去的话 以后会看不到老母亲 是亲情的力量让他坚定意念 许一才一早就出门采买开店 处理食材包办厨房大小事 凭着天分和努力 很快就掌握料理精髓 再辛苦也不敢喊累 会想说怎么把它弄到最好 然后只要客人有讲一句不好 我可能会整个晚上都睡不着 即便用料实在不计成本 一开始却乏人问津 开店前半年 不知道倒掉多少食材 二十碗 一整天 卖二十碗 所以你煮碗一碗 可能还要隔很久 才会再煮第二碗 那时候每天都在想说要不要收 因为每个月都在筹钱 到月底就开始去借钱了 那时许一群白天还在上班 每天晚上顾店回家都半夜两点 很多人劝他放弃吧 我看你干脆先收起来 讲得比较客气 就是先收起来等 看时机好一点再弄 弟弟让他先去捶套 其实一直以来 许一群都是人生胜利组 直到后来工作失忆丢了婚姻 他成了单亲爸爸 要抚养孩子和妈妈 沉重的家绩 弟弟的未来都让他不敢轻言放弃 我觉得我会成功 但是这种决心是带有一点害怕 不管客观主观都对我不利 景气不好 然后地点不好 然后知道的人很少 可能要再烧个两三年 唯一没有的又是钱 决定继续熬 那就得想办法解决问题 许一群提议更新菜单 增加品项 南瓜养生耐放 岛城泥加上新鲜牛奶 和海鲜粥意外的合拍 因为外面几乎不可能有人 做南瓜海鲜粥 既然没有我们就来试试看 然后再加牛奶 然后再加一点起司 发现真的是人间美味 兄弟俩带着擅长料理的妈妈 踏上试吃之旅 母子三人四处取经 后来遇到一个从大饭店退休的老师傅 愿意手把手教许一财制作小菜 他最厉害拿手就是那个卤猪肠 那我们发现说这样的好处就是 他那个糖汁会包覆在那个节里面 吃起来就特别好吃 一年内小店从三样料理增加到四十几样 用料豪气又有特色 很快地让小店打响名号 最火红的时候 一个月卖出至少一万碗粥品料理 许一财在厨房忙得团团转 压不住火爆脾气 那天晚上就是人特别多 他开始骂员工 然后我就去跟他念了几句 然后他就大发脾气 就是在主粥的那个地方就拍桌子 结果去拍到剪刀 所以那个剪刀就把他手指头的神经给插断了 他现在一支手指头是没办法正常的弯 我就已经有慢慢在改了 那为什么我给人家的感觉还是说 你还是不行 就会有挫折感 就会觉得 那我干嘛改呢 我就让你怕我就好了 厨房少了主将手忙脚乱 那时哥哥急于求成 来不及还债就去投资新事业 想不到债务越滚越大 教训就是不要太天真 有梦想是好的 但是一步一定是一个脚印 一步不会是两个脚印 更糟糕的是因为长期操劳 耐力体力都到了临界点 许一群爆肝住院命在旦夕 那时候我已经跟他讲说我欠谁多少钱 欠谁多少钱 万一这趟季去没出来 以后店有赚钱这几个人 就是你要还这个多少 还那个多少 都已经跟他交代好 许妈妈年轻的时候为了赚钱养家 无暇顾及三个孩子的成长变化 排行老二的许一群从小就不让人操心 特别照顾兄弟 没了他扛起重担 这个家该怎么走下去 有一次就是我在房间休息 我妈妈就突然走进来 就很语重心长地说 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家这样 我也没办法回答他 然后他讲了两次 然后就慢慢地转身又走出去 这时总是依赖哥哥的弟弟 决定主动减薪 默默扛起一个家 我知道他缺什么 他重视 那我就把店处理好 把妈妈看好 这样子他就会 我自己觉得他会比较好一点 那段时间仿佛被迫成长了许多 许一才修炼脾气 也想通了很多事 我不会没有理由去欺负 可是没有想到一点 就是说要体谅别人 是我反应过度 我太敏锐 所以会觉得他们说 我都想到了 你们为什么想不到 其实这种东西 我们自己检讨过后就 就会释怀 没人做总是要有人做 可是这家店不能倒 他人倒了 这家店也倒了 那什么都不是 这个家也什么都没有 家是永远不会背弃你的地方 但要在风雨中呵护着他 却又是那么不容易 在秦朝老房子里吃饭 这是当时许一群亲力轻微 用心打造的 向家的氛围 回去看到妈妈坐在那里 就 还是要做 对啊 因为 妈妈那么多年都 她对我都没有放弃了 我凭什么对这家店 有放弃的念头 上帝让我们经过这么多责难 应该是有他的用意 希望我们往后会因为这样 这些责难变得更坚强 一路的修正成长 让自己更坚强 才有能量守护一个家 这海鲜粥是一个老妈妈的期盼 也是兄弟俩相互扶持的人生滋味